画面上是南融公墓的路口 新画社的绿色斑马线 为了让扫墓人潮安全进出南融路这个路口 市府赶在清明廉价前完成了绿色斑马线 而为了维持扫墓的交通顺畅 明镇处表示 已经在南融公墓规划了交通管制和相关的服务措施 那这个地方我们在新任的满地张所长的规划之下 我们希望在今年度的满地张所长的规划之下 或者是相关的设施一些有个改善的方案 能够提供前来我们扫墓的市民朋友 能够有享受到这一些改善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在交通方面 我们比照以往 我们希望大家多乘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那后来我们边藏管理所正门口 就会有接驳车 接往各个墓区 我分了两个路线来接驳 那步行的民众也有步行的相关的动线 我们希望在动线上能够提供比较明确 然后整齐干净的一些路线 清明节这个殡葬管理所的交通管制的话 从等于是这个礼拜的六日 从30 31号开始 然后以及清明的廉价四天 都会有交通管制 那交通管制期间的时间是 早上七点钟到下午三点钟 公车接驳的电话我们大概会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在男人公墓的入口处 就是以往大家会惯例搭乘的那个地方 那个会去搭乘 然后接下来就会分成两条线 一条是往大家习惯的火化场 以及火化场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灵谷塔战错区的地方 那边会有一条线 然后回来也会有公车接驳的地方可以等候 另外一条就是往大家比较习惯的一个墓区 这个树葬区的部分 这个地方也都有两条公车可以接驳 那此外的就是也为了服务民众 在这个接驳区等待的地方呢 那我们也会有同仁在这边来做服务 那譬如说这个提供一些茶水啦 那或者是一些业务上面咨询 那虽然那几天 清明年假期间 我们的业务是暂停 是没有停听也是停颅的 但是我们都会有同仁在里面留守 如果任何业务上面咨询 包括如果想询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祖先 放在纳古塔战错区里面 就纳古塔战错区里面 是有他的名字 他还在不在 他是放哪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查 甚至我们也考量到 民众在扫墓的时候 一些除草杂草 也能够帮我们带下山 我要在山上焚烧 很多的危险跟污染会产生 我们会设置一些集中堆放杂草 以及纸钱 现在纸钱我们在减香减炉的 这样的推动之下 纸钱我们会送到我们的 集中式的金炉来做焚烧 我们会设置相关的一些设施 请民众也可以来配合 市府民政处说 希望透过各种交通与辩民措施 让扫墓民众都可以便利地 前往南融公墓扫墓追思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